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天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在國安法底下公務員現在要宣誓 有些公務員原來已經簽了一些宣誓的細章 而有一個公務員拒絕簽署細章成為被停職的第一人 而這個人到底是誰 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第二件事就是繼李柱銘之後變成李鑽太 繼李柱銘之後又有另一個人鑽太就是水佳麗水官 水佳麗變成水鑽太 大家是否想像不到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他就大罵14歲的小黑暴並且令他聚成 這件事到底是怎樣 稍後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了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要先講一講在國安法底下 其實因為人大釋法和國安法擁有之下 其實我們公務員的團隊需要遵從基本法第104條 需要簽署一些細章 需要忠誠地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並且現在一定要簽署宣誓細章 如果不簽的話 其實就不知道有什麼行動出來 現在終於有一個人說明他不簽 不簽怎麼辦呢 他就是因為他簽署遭到勒令他停職 這個人是什麼人呢 其實這個人是一個海關人員 這個海關人員其實就是在早前2019年7月1日集會的時候 接受傳媒訪問 他就說他自己是海關 並且在集會接受訪問期間拉下他的口罩 然後就被人拍照他的樣子 其實那時候已經有一些記者就問他 你這樣接受訪問 他就問他擔不擔心這個被抽後算帳 或者是跟你自己公職人員的身份有衝突 他就說不擔心 之後就被這個網民封為海關哥哥 更加有很多不同的黃營網民 就是很想認識這位的事主 之後這個海關人員 其實大家都知道他這麼高調做這些政治動作 亦是一些事情發生都未頂 他就說被高層針對和調職 其實調職這件事在我們公務員身上是時候發生的 調職這件事或者無法調職這件事 即是升職升不到這件事也是時候發生的 亦都是很普遍的 不可以被人針對 他就說前途一片灰暗 我不知道為何他說他前途一片灰暗 可能他本身就覺得很灰暗 這個海關哥哥在日前接獲通知 需要按照規例宣誓 但是他就說因不滿政府 國安法和宣誓的第104條一定要宣誓 他就說直接說明拒絕宣誓 然後他就立刻向人事部提出請辭 在昨天的時間被高層召見 同一時間勒令他要即時停職 因為第一件事他就說明不會效忠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而且你不效忠的話 即是說你不接受政府 即是有機會不接受政府的一些order 他就說明他是不滿政府這些法例 而不簽署的話 即是說他一定會很大機會 因為他不忠誠效忠我們的政府 他有機會不聽指令 甚至乎將一些內部的事情曝光 一些海關的高層一定知道 一定是想得到 他們亦怕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這個海關哥哥因為拒絕簽署效忠聲明 就是第一個被勒令停職的人 但我不知道為何今天好像沒有人 我打算昨天發生 昨天已經有人報 但今天好像沒有任何報章報道這件事 希望可以多些人關注這些事件 亦希望將這些事件廣傳開去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香港的特區政府需要所有的員工 所有的公務員都要忠誠地效忠我們的特區政府 如果不效忠我們的特區政府 只是有一個可能 就是不要再做公務員 我覺得他做得對 他若果不喜歡這件事 就辭職 不做 劈砲不做 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應該這樣 你應該更早點去劈砲 做得好 但做得時間做得不好 你應該更早去劈砲 甚至乎你不應該走進去政府這個行業 其實還有很多人在政府裏面做 但不滿這個政府 也未必會簽署這個細章 甚至乎簽署這個細章 不是真誠的效忠 他們有機會為了一些良知而簽署這些細章 怎算好 希望政府要嚴謹地把這些人抽取出來 然後不可以讓他們為香港添煩添亂 一定要阻止他們發假細 簽假細章 第二件事就要說一下水佳麗 水冠 水冠做了什麼事 水冠不知為何最近很精靈 就轉為水轉太 不是水佳麗 我這個小花名 大家不要把這件事上公上線 大家知道吧 這個水佳麗做了什麼事 在一件案件裏大罵14歲學生 做了什麼事 其實有兩名黑衣人在去年2月24日 即2020年2月24日 那時候還是黑暴非常猖獗 他們進入天水圍一間優品360破壞 大家應該還記得 並且把貨物推到地下 又推跌收銀機連同八達通機 事後警方拘捕了一名14歲少年 他被捕後認 他自己認 認就是涉案 認他做了這件事出來 但他一直都不喜歡 例如邱品36年這間店 他昨天經過審訊 在屯門裁判法院 經過水佳麗審訊 然後裁定刑事毀壞罪成 水佳麗大罵這個被告14歲少年不夠優秀 不是優秀的小孩 我不知道他定義是什麼 總之不是優秀的小孩 他大罵這個被告14歲少年 說我都不知道你不滿什麼 還質疑這個被告 用一個莫須有的罪名去針對個別的店 希望他可以好好地反昇 這樣便會還押到2月5日的時候 判刑 但判刑大家不要想著 水佳麗的轉軚轉得很厲害 他不是轉180度 他微調一點點 他就是索取感化報告和更新中心的報告 辯方其實也有求情 辯方求情就是被告自閉症 抑鬱和腦癲症等問題 讀小學的時候一直都不開心 直到讀特殊中學的時候 認識了一些朋友才有改善 那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經常 攬炒派的人 就是犯暴派的人 都是要用一些有自閉 抑鬱和腦癲症 智力有問題的特殊學校的人 為什麼要用這些人 他們本身其實已經很慘 有很多不同的障礙 但為什麼你們經常都要用這些人 令到他們有機會在他們身上再留一些案底 其實很可憐 真的 裁判官就說 水佳麗 轉了一點點態 就說 經營這些店舖 發展夢想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需要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金錢和心思 亦都是被告 破壞 你搞這些破壞是沒有成本 一手掃下去就破壞完畢 亦都說 不知道他不滿什麼 完全是莫須有 希望他可以反省 這樣做是對的 不對的 其實 在這些判詞裡 大家都知道 我看判詞 都頗喜歡 因為判詞裡的背後涉及到很多東西 裁判官水佳麗說 你這些破壞的行為是沒有成本 但我記得他當時說一些 汽油彈的小孩 就是優秀的小孩 難道有成本的破壞 就是好事 不是吧 我不知道是否 但我有幾個不同的解讀 這是其中一個解讀 這些破壞是沒有成本 一手掃完之後 就完成 整件事就完畢了 即是說 原來 不是一手掃完 可能是有其他東西 可能是 什麼什麼 汽油彈也好 什麼都好 原來這樣的話 可能是有成本 不是一手掃完 會不會 會不會 這樣就是一些比較優秀的小孩 然後又清 我不知道你不滿什麼 完全是莫須有 即是他解釋得不好 其他那些可能解釋得好些 就是我不滿什麼法律 不滿反修例 不滿國安法 所以我要破壞 這樣 可能就是有原因 他們經常說 我不滿360支持警察 這樣也可以 他就說不知不滿什麼 因為他就說 這個小孩就說 一向都不喜歡優品360這間店 即是說他的原因不夠充分 所以 這件事是莫須有 即是說 其實水階利轉軚 好像不是轉得很厲害 和李柱銘相比 轉180度 原來 都差一段距離 水階利 即是轉軚尚未成功 是不是 然後水階利 仍需努力 OK 就說 其實 可能這個14歲小朋友 他多說一些原因 可能是不滿他支持警察 可能是不滿他支持國安法的話 可能就是成為一些原因 這樣的話 醉不醉成就不知道 因為他證據確鑿也是罪成的 但是 會不會判輕一點 大家在未來日子到未來日子 繼續監察 這宗案件 就會在2月5日判刑 看看文傑會不會有第一手消息 告訴大家 但水階利 索取感化報告和更新中心 即是說 有機會判感化令 感化令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的後果 更新中心的話 就是要他反省 要進入中心裏 去被人教導 這個的後果會大一點 但是這個刑事偉患案件 如果是判感化令或更新中心的話 其實判法是比較低一點 但是這個是14歲少年 還要有這麼多問題少年的話 我們都要預計他判的話 應該是會判感化令多更新中心少 好嗎 今天就和大家再分享兩件事 希望大家喜歡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